沙海像汉州 冰山坐九湖 二十多年没朋友 天涯人我有 戒然一生浓 算是吧英雄 时间太多伤心愁 身后三只狗 大的叫鼓勇 原味的日式豚骨拉米 不大不小的最没用 这个是藤椒鸡拉米 有没有抽到最快 哈喽大家好 今天吃的是拉面说的 藤椒鸡拉面 这个是原味豚骨拉面 这个是西数泡芙的 巧克力抹茶 还有这个是 可可香草的 这个是原味 香草的 然后就开始吃拉 先来吃一个香草的 看它很硬 你真的看到没 好久没有吃了 好好吃啊 天阿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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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下我们温宁的朋友 温宁的西数泡芙开在哪里 之前开在那个 舒马城那一家是不是倒闭了 好吃好吃 这一圈 有一种那个焦糖味 我超爱的 我先来吃这个藤椒鸡面 它那个藤椒味很浓 它还有一个料包就是里面有这种笋 和那个 枝块 一打开 你的藤椒味就冒出来了 坦特 坦特 天阿露超浓郁的 嗯 好吃 就是这个面被我弄坏了 我的那个锅太久没有用了 然后就开不起来 然后就是用热水冲的 还好我比较喜欢偏硬一点的面 它已经熟了 那水也可以泡开的 它藤椒味真的太浓郁了 这是那个料包里面的枝块 嗯 好吃 唯一的缺点就是 面不够多 嗯 我觉得差不多两份才能吃得饱 不过真的很好吃 我去年 去年 暑假的时候 吃过这个原味的 吃过这个原味的 我感觉那个时候就被惊演到了 我感觉那个时候就被惊演到了 这叫做笋 说完 我感觉那个肌肉块都是很实的 那肌肉块都是很实的 不过这个原味的 你感觉那个肌肉块也很实的 还没听到这个箭道 那肌肉块也很实的 最好吃的 而且比较兴兴 这藤椒味还是有点辣辣的 先放这儿 先吃我另外一个 然后来吃这个原味的 原味的我去年吃过 我觉得很好吃 这海苔先把它给吃 把它冬掉 先把这块肉给吃掉 这是金黄 好吃 这是什么 这种肝脂 削手 我吃 border 其实这种肝脂 是不辣的 你还没有吃 还是比較好吃的 这种肝脂 我煮到有一种肝脂 那么是没有吃 放一点 这个肝脂 其实最好吃的 现在跟它们吃 原味的这碗就是比较鲜的那一种 我应该先吃这一碗的 那碗味道重 失散 今天我室友三个室友都走廊了 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 我已经挺久没有录直播 一个星期多没录直播 上一期视频也是提前录的 传的视频那天我刚晚上在打便 慌慌的 这个粉色的东西是那个姜 姜都能弄得那么好看 上一期战末他说 因为他都有锁骨 你呢 可是好像不是瘦的人就有锁骨的 你要看那个骨架的对吧 这笋 这里还有木耳 留一点 先吃点甜的 今天我的那个西数泡布是造的外卖 我记得以前他是有一款热热的 里面是热的 我忘记是什么 我吃的比较多都是那个香草和那个抹茶的 我觉得西数泡布吃一个都是一顿的饭钱了 这是可可 可可香草的 我刚才罵了他很久擦他的对手脚 西数泡布还是很好吃很好吃的对吧 西数泡布还是很好吃的对吧 西数泡布还是很好吃很好吃的对吧 如果不录视频 一个西数泡芙 可能会花十口 去吃掉一个西数泡芙 刚才那句话好像 语气都乱掉了 语意重复应该是 高考加油加油加油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反正大家就加油吧 其实 怎么说呢 反正现在的我 还真的很羡慕高考的同学们 你们还有时间去读书 还有时间带在校园里面 都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大家好好珍惜 有趣的 有趣的 整个家面都吃进去了 最后一个是那个巧克力抹茶的 今天视频挺短的 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看的一本小说 我怕你们说 这个小说的名字叫做 我的老公是冥王 就是你们想象的那个冥王哦 就是那个冥王 这本书真的是很复杂 它就是怎么说来着呢 是捉腰的那一种 女主他们家就是道士的那一种 就是捉捉腰啊 谈谈恋爱啊 但是他老公是很厉害 他是冥王 嗯 就很难说啊 就是那个写桌腰啊 那一部分比较专业的其实做着写得很好 可是他就是除了名字听起来很 很搞笑之外 他里面的剧情也有点狗血 就是有小黄文 就是有点偏小黄文 应该是我看过最黄的一本小说了 他就是描写的那种 因为我对那些需求不是很多 像我们老包就是比较喜欢看小黄文的 小黄文的 就是有一种羞羞的 很多一部分都是羞羞的东西 然后他是 因为他那个老公每天晚上都会找他 所以就是这种情节会出现的比较多 你们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3N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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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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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了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啦 拜拜